舞蹈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也是我的一个信仰 对于我来说 现在还能够继续跳舞 是一件非常幸福 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我在不同的团 加拿大、美国都跳过 演员也都是来自世界各地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背景 如果我们演一个芭蕾舞全剧 像打比方演朱丽严 每个团它的版本会不一样 所以它的这个文化的背景 可能相对的那个角色 或者那个剧情 可能都不会完全的统一 刚开始就会一直在怀疑 自己是做的对不对 因为会觉得 毕竟芭蕾舞是西方的文化 西方过来的东西 但是我后来发觉 就是与其东拼西凑 还不如相信自己 因为其实我们中国演员 是非常细腻的角色处理上 到后来就是相信自己 每一个手势 每一个步伐 把自己的 把这个人物的心理都带进去 这样的话 其实自然在台上的话 就不会去想着表演了 而是我其实就已经成为这个角色了 那你觉得你现在 8A5表演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时间不够了 对于我来说呢 就是作为舞蹈员和艺术指导 我觉得其实我两个都是非常的喜欢的 当然了自己跳舞是更幸福的 就是说肯定还是想要继续跳舞过瘾啊 但是真体的这个素质 还是就是不可能像年轻的 二十几岁的年轻演员 但是我觉得能够就是帮助年轻的演员 每天雕琢 他们的不光是技术 还有艺术的修养 看见他们每天有进步 然后在舞台上能够发光发亮 也是非常满足的一件事情 我其实和香港8A5团是非常有渊源的 其实二十年之前 我曾经来课习过两个月 当时就非常喜欢香港 东西方文化的这个碰撞 而且也是个国际大都市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恩 我现在能够继续回来 在香港8A5团工作 香港8A5团是亚洲的顶级舞蹈团之一 阵容是非常大的 演员都有五十多个演员 而且呢都来自世界不同的地方 然后不同的文化背景 所以对于我来说呢 是一个挑战 但是是一个非常好的挑战 我觉得作为一个舞者来说的话 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 相信自己 跳8A5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不光是身体上的伤痛 肢体上的伤痛 心理上的压力 其实也是非常大的 你要完全300%的热爱这个试验 十年磨一剑嘛 只有你自己热爱 你才能够感染其他的人和感染观众 到最后并不是肢体上的东西 而是内心的东西 我觉得能够在舞台上演绎和表达 剧中人物或者是我自己的故事 同时跟观众产生共鸣 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所以这也是我会用我的这一生 为舞蹈努力和奋斗 哪怕有一天我不继续在舞台上跳舞了 但是我也会以其他的方式和形式 为他献身 感谢观看